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则记者稿件 洛杉矶华人资讯网3月18号记者Tracy独家报道 一直被寄予厚望的诺瓦瓦斯新冠疫苗 最近宣布将在5月获批 本来就对其他三种疫苗存在误解的部分华裔民众 更是表示说现在都不会接种其他疫苗了 要等就等诺瓦瓦斯新冠疫苗 对此旧金山公共卫生部呼吁民众说 别挑疫苗尽快赶紧接种 最近有关诺瓦瓦斯新冠疫苗的报道 在旧金山各大华人群体当中流传 因为数据显示诺瓦瓦斯对于对抗新冠病毒的 有效性高达96% 许多华裔民众表示 目前选择先不接种其他的疫苗 要等就等诺瓦瓦斯推出之后再进行接种 还有一位华裔居民说 早知道他会推出就先不去打其他疫苗了 根据旧金山市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 目前亚裔是旧金山内接种疫苗最多的族裔 但是市政府同时指出 华裔社区对于疫苗存在不少误解 旧金山公共卫生部表示 最近有很多关于疫苗的负面消息 在华裔圈当中广为流传 导致有些华裔对部分新冠疫苗失去了信心 旧金山公共卫生部指出 诺瓦瓦斯与强生强生莫德纳以及辉瑞相比 在数据上整体有效性确实更高一些 但是新冠疫苗的主要作用在于对抗新冠病毒 接种者一旦接种新冠疫苗之后 即使不幸确诊感染新冠疫情 但是呢 在以上的四种疫苗当中 也都能够有效的降低重症以及死亡病例 旧金山公共卫生部呼吁 符合疫苗接种资格 且不对疫苗成分过敏的民众 为了自身以及其他人的安全 都应该尽快的接种疫苗 数据显示 辉瑞对抗新冠病毒的有效性为95% 莫德纳有效性94% 强生有效性66% 但是很多医学专家认为 强生的有效性应该远高于66%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记者消息 отнош提供 罂巧资格 MUSIC 何 dawn 沉